两列火车急速向前 交汇而行呼啸而过 记录以上显示列车运行时速达到435公里 从地面到天空 从陆地到海洋 新年一史中国制造也开启了上新模式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记录的就是 2022年4月21号 两列复兴号列车在济南至郑州高铁 濮阳至郑州段成功进行交汇试验 创出了相对交汇时速870公里的世界新记录 也标志着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CR450科技创新工程 全面展开 一年多之后的今天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2024年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CR450科技创新工程 完成样车制造并开展形式试验 加快实现铁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公关和应用型技术创新 就在去年CR450动车组研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动车新技术部件在高于时速400公里运行条件下的性能验证试验 取得圆满成功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验证过程 为加快研发更高速度 更加安全 更加智能的复兴好动车组新产品 国铁集团在2023年6月28号 组织相关部门在梅州湾跨海大桥 试验列车以单列时速453公里 相对交汇时速891公里运行 6月29号在海尾隧道 试验列车以单列时速420公里 相对交汇时速840公里运行 试验对新技术部件进行了有效的性能验证 各项指标表现良好 CR450动车组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CR450让我们期待中国制造的新速度 还有爱因斯坦探真卫星 让我们见证探索宇宙的星高度 今天15点03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爱因斯坦探真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爱因斯坦探真卫星是中国科学院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即悟空 莫子号 慧眼 实践十号 太极一号 怀柔一号 夸复一号之后 研制发射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 那么它有哪些科学目标呢 探真在天文学探测设备里面 是经常用的一个词语 表示是一种可以用来探测 未知领域的一个工具 爱因斯坦探真 它可以捕捉宇宙中突然出现的 一种爆发的现象 或者是天体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活动 这种在宇宙中忽然出现 持续一段时间转瞬即逝的这种天体 我们也称为战线源 捕捉宇宙中的战线源 是爱因斯坦探真卫星的主要任务 专家告诉我们 宇宙中有很多壮观和神奇的 战线源和爆发源 从太阳系附近的恒星活动 到来自遥远的早期宇宙的 伽玛射线爆层出不穷 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可以辐射巨大的能量 这些能量集中在X射线波段 呈现复杂的亮度变化 就像不断绽放的宇宙焰火 它们产生于天体形成和演化的关键阶段 携带着宇宙 星系和恒星研究的关键信息 然而 由于地球大气的吸收 这些蕴含宝贵信息的X射线 无法到达地面 这些战线源都相对是比较遥远的 它的信号也相对比较暗弱 它是在天空中是随即出现的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在什么方向出现 目前的微星是很难探测到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视野的 和高密度的一个监视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研制 爱因斯坦探测卫星 这样来捕捉这些更加遥远 和更加暗弱的战线和爆发现象 上天下海 中国制造步伐稳健 今天上午被命名为东方马伦西亚的全球最大级集装箱船 是我国2024年完工的首搜全球最大级集装相传 今天国产大飞机也上新了新航线 记者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C919大飞机 今天开始执行上海虹桥 往返北京大兴航线的商业航班 这是既在上海虹桥往返成都天府航线常态化商业运营之后 C919大飞机直飞的第二条定期商业航线 今天下午东航C919大飞机 执行MU5137航班 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经货航线是我国最繁忙的商务航线 目前东航在经货航线上的航班量达到每周404班 平均每天约57班左右 东航C919大飞机 加入该航线的运营后 将会给旅客带来国产大飞机的全新体验 特别是商务人士国际旅客 将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感受C919这一全球新机型 截至目前 东航已经接收四架C919大飞机 今年东航还将按计划从中国商飞接收C919大飞机 2023年5月28号 东航全球首架交付C919大飞机 在上海虹桥往返北京首都航线商业首航成功 自2023年5月29号起 C919大飞机开始直飞 上海虹桥往返成都天府定期航线 截至2023年12月31号 东航C919机队累计执行商业航班655班 乘运旅客近8.2万人次